朔叶观星 这位皇帝国初代圣贤王 以他那过人的智慧与胆识 维系着天下的长治久安 不过世人有所不知 早在观星幼年 他也曾因突如其来的变故 而陷入迷茫 在经历了命运的打磨和时间的雕琢后 朔叶观星终将熠熠生辉 倘若黑云压城暗夜无边 观星则愿做那唯一的明灯 拯救皇国与危难 守护其应守护之人 战局天变 皆在无被预料之中 普通攻击使用与善发起进攻 造成物理伤害并回复能量 在第三级后 长按攻击键可释放分支攻击 换出旋风席卷前方敌人 当出现闪光提示时 松开攻击键可发动更为强力的分支攻击 眩晕敌人并回复自身大量能量 发动闪避技能后直接攻击同样也有这个效果 闪避技能将在原地生成一枚法阵 数秒后法阵激活 队友触碰时可触发全局时空断裂效果 这个技能有多种用法 例如连续前接多次时空断裂效果 对目标进行长时间的控制 或是用来主动触发队友的QTE 以及在危机关头用来争取走位的时间 核挂项已观天星 拾星项而知后视 朔叶观星洞察战局 可于关键时刻亲临战场 助前线将士一臂之力 当QTE技能发动时 朔叶观星将在不切换场上角色的情况下支援战斗 QTE需要十层挂项进行引导 在队友击中敌人或释放必杀技时 都可叠加挂项层数 释放QTE将为全队提供一定的暴击率增幅 若朔叶观星携带有相关辅助类装备 也会在此时触发效果 即刻支援队友 朔叶观星善用阵法课底 释放必杀技时 其化地为阵 御风为刃 将眼前敌人毫不留情地送入 那席卷一切的狂风之中 狂风将持续吸引周围的敌人 并造成伤害 全队的作战能力 也会得到大幅强化 除正常释放外 必杀技还有另一种快捷 并实用的启动方式 在能量充足时发动QTE 头像将切换为必杀技按钮 点击即可直接释放 同样不会切换角色 若此时 朔叶观星的武器为紧征探 它还会与龙卷一同被召唤至战场 给予队友满额的增益效果 与持续作战型女武神搭档出战 能充分发挥朔叶观星技能的优势 提前储备能量级挂项 待时机成熟时 发动其QTE和必杀技 即可使伤害更上一层楼 朔叶无悦 以观天星 漫天闪耀的星辰 看起来如此遥不可及 然而更遥远的 却是连思念都无法计达的地方 千年仍然 白居过细 如此漫长的时间 足以见证一个帝国的兴衰 一个文明的起落 但纵使身旁景色变幻 熟悉之人渐渐离去 少女却仍独守长夜 是什么支撑着她的等待 是一份执念 一个人 还是一段不知何时 才能实现的约定 答案 或许只有关心自己 才知道了